大家好,做焖面,不要上锅焖了 今天教你正确的做法 面条爽滑筋道,特别好吃 也可以买现成的面条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和一块面擀面条 擀成薄片,中间割上面,把它叠起来 割上面 再叠起来 再割上面 再叠起来 现在开始切成细条 切好了以后把它粥起来 然后把它抖开 把里头这个面抖开 大火蒸8分钟 自己家摘的豆角,给它贴成条 塞拉油 八角 麻椒 一分钟后下入辣椒 一分钟后倒出 把炸好的料油倒回锅里面 炸好的 料酒 去腥 来点老抽 上色 来一勺生抽 调味儿 加入清水 盐 鸡粉 糖 五姜粉 胡椒粉 咬出点汤汁 咬出点汤汁 盖上盖,焖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倒了 中火再焖三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 倒了 排鸡蛋 放入点蒜沫 自己家摘的生菜 点缀一下 美味的河南焖面做好了 面条爽滑筋道 好吃解馋 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